美食 最快 also 70-80 km 這麼快? 整個司機車這麼快? 是呀 欢迎收看《一线搜查》Ginny好消息 由8月12日开始 底缸人士的7日隔离将会变成3加4 即是3日的酒店隔离 加4日的家居医学检查 几日期宿端不用隔离这么久 不知道有没有令到大家 蠢蠢欲动心动计划想去旅行 相信全香港的朋友都很想去旅行 不过要去旅行 最重要是计划好行程和计定机票 没错 政府就开始放宽防疫措施 只不过经过今次疫情的大冲击 香港很多店铺都要退场 就连有8年历史的中环路式柴楼 连香楼都突然宣布正式结束营业 我们一线搜查都直击了这宗程中二话 新冠疫情试约两年多 各类型处所多次受到防疫措施規限 而要停业 导致8业萧条 不少店铺因为无法承受停业 和租金压力而相继结业 香港人都失去不少共同回忆 不少香港人都喜欢坦一中两件 不过中环镜这间8年旧色柴楼 就在今天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因为不敌疫情而要结业 这间老字号的负责人 就在今天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帖文 老板在疫情期间已经尽力支撑连香楼 可惜不敌疫情始终都要去到这一步 希望将来有机会和大家再见面 发布消息之后 有不少茶客和摄影爱好者 特意来到拍照楼链 而你是否特意来拍连香楼 以前拍了很多 但是这个招牌 可能以后都不会有 零初的时候 这个灯都坏了 坏了差不多一半 但是它都没有消息 所以看下看下差不多 都时间不多了 那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不舍得 还是你的感受是如何 不舍得 只剩下这间 香港最古老的茶楼 以后都不会有的 是啊 有没有觉得很可惜 是啊 是啊 很可惜 真的 看到你刚才是否特意来拍蜜香楼 不是 我来喝茶的 你不知道他收拾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是啊 你是每天都会来喝茶 不是 不是 我放假假期来喝茶 是啊 那你突然之间来到 看到他收拾了 那你自己觉得行 嗯 我认识 田乡有几十年 每个位 以前是旺角来的 然后转到田乡 然后转到田乡 然后转到这里 都有二十年二十多年历史 是啊 所以其实你都帮助了他很多年了 帮助了很多年了 我每一年 如果年初四又放假 都来喝茶 那其实现在去这里收拾了 那你是不是会变相去找其他茶楼呢 嗯 就去上环那里喝 是 但会不会很不舍得连香了 都没人舍得的 那他去是结业的 没有说话可说 有没有觉得 哎呀 为什么会收拾了的 没有 因为没办法 他外面通过说疫庭的关系 那他不做 都会有他的因素 在1889年开业的连香楼园 先是位于广州城西 他在1918年正式在香港开设分店 店铺经历过多次的搬迁 最后在中环卫宁顿街 额纳至今已经有26年了 可惜受到疫情影响 导致无法營运 如果大家想感受传统饮茶文化 继续享用一中两件和老友炭杯茶 八年老店都难逃一劫 别个茶客伤心 香港地都少了一个有特色的打卡地点 有人选择离开 亦都有人选择留下 相信我们只要保持完正念 终于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 所以希腊 我们都要好好珍惜每次见面的机会 是啊 Ginny 机会是留给懂得珍惜的朋友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贪一事之快 不然很容易便会让成大错 我们就知道了 当大家说要支持环保 展开减碳生活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发现到 路面上除了多了电动汽车行走之外 还涌现了不少的电动可移动工具 比如是电动单车 风火轮 电动滑板车等等 你们可能还会见到是公园 在行人路 甚至乎在马路上面 有人拿着他们作为代曝工具 我们就去到尖沙咀视察过 每到中午时分 大家都会见到很多朋友 在附近一带送外卖 当中有部分外卖员可能想走多几转 摘多几张单 就会用电动单车作为代曝工具 知不知什么是电动单车 不知 去送外卖那些 港路友好像见过有人 踩电动车去送外卖 真的 会不会都怕会有什么意外 或者自己有没有曾经试过 可能被他们撞到 那样 那就没有 但是有时见到他们踩 那些意外都在所难免的 会有个危机感在 你不认为行人路友单车 那电动单车是否更危险 那些都要拿牌子 应该要拿牌子 既然人有需要 那政府如果是立例 有规则更好 我想问在法律上 怎样定义电动可移动代曝工具 其实我们法律很简单 总之任何车辆 它是机械驱动的车辆 我就视之为一个汽车 那在马路上 駕駛这些电动可移动工具 会不会违法 最基本会犯四条罪 第一条罪很明显 因为这种汽车 是未获发牌的 任何人士 如果驾驶这些车辆 那你就会干犯了 驾驶一辆未获发牌的车辆 第二条罪就是 因为这一架车 都未获发牌 也没有登记 因此 你就不会有一个 有效的驾驶执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告你 驾驶那时 没有一个有效的 所属的驾驶执照 第三条罪 因为法律规定 所有汽车都要买第三条保险 所以一定是衍生到 有一条 没有第三条保险 这条罪的 如果你说这些可移动工具 一般来说 都没有戴头盔 所以在法律上 如果你驾驶这些车 没有戴头盔 那也是一条罪 如果我买这辆车 或者我买 甚至乎是我进口 这些电动可移动工具 会不会违法呢 暂时来说 我们的法例 没有禁止人家买卖 也没有禁止人家入口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买卖 或者进口 基本上没有办法 有很多店铺 售卖电动单车 超多款式 而且价钱也挺便宜的 由几百元到几千元 另外我们也发现到 一些香港进口商 有售卖电动单车 产品的资料很详准 包括电池容量 最高时速 重量 材质等等 还可以联络他们 现场试车 市面上的电动单车 一般是以速电池 作为主要能源 速度上其实可以很快 如果一个不觉意 撞到人的话 可能会引致严重伤亡 究竟为什么会吸引到 那么多人用呢 难道他们不怕危险 还是贪他够快呢 我想问一下 电动单车 通常可以转到几快 最快都七八十 可以 哇 这么快 是啊 整个私家车很快 是啊 他们怎么操作呢 入电就行的 叉电就行的 是不是好像说 要踩几下 跟着才行的 还是按键就可以 按键就可以了 按键就可以了 那些电动单车 通常几千价呢 很便宜 千多二千元都有 你现在见外面送外卖那些 是不是很多都是用这些呢 十个有九个 又不可以说全部都是 油仔排 是 但电贵不贵呢 这么快 不贵的 三一两个钟 就可以行足一天 警方重申 电动可移动工具 是不适宜和一般汽车共用路面 都不适合在行人路 又或者单车径上面使用 只不过 如果真的发生涉及电动单车的意外 究竟责任会落在哪个呢 电动单车 它撞到逃人 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电动单车 你持着这架单车 在法律上是视之为一个汽车 驾驶这架车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小心的 所以你仍然是可以被人告 不小心驾驶的 甚至乎如果你是很危险的 那仍然是可以被人告危险驾驶的 其实呢 一般来说 那个罪行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包括其他司机的罪行是一样的 如果他在马路上面 去驾驶这些电动单车 接着被汽车撞到 会不会双方都会有刑罚呢 有 假定他是被人撞的 那个司机当然 面对不使用驾驶的指控 又或者危险驾驶的指控 但是他作为一个伤者 他自己都驾驶着这架 即是可疑龙的车辆 这架车呢 都是未获牌的 亦都没有买保险的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 那个伤者到头来 他仍然会面对 刚才说的四条罪 其实警方都有出动 打击非法驾驶 电动代步车在路面行驶 但是始终履禁不止 有部分市民仍然抱着 贪方便 或者贪玩的心态继续使用 其实稳书署近年都推行了电动可移动工具的先度试验计划 去研究用电动可移动工具 用来做短途代步之用的可行性 在政府制定规管架构和法例之前 大家都不要乱用电动可移动工具上路 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警方说到总区交通执行及管制组 早前行动一共拘捕了六名男子 以及检走了六部电动单车 其中三人就怀疑正在以电动单车 作外买速递的服务 为了快一点 最后搞得比人高 陪料夫人又接兵 真是非常不值 所以大家做任何事之前 记得要三思而行 下次回来继续和大家一线搜查 回到一线搜查 香港疫情依然严峻 确诊数字都是四位数字 大家出街的时候都要保持社交距离 注意卫生 最重要做任何事都警惕警惕 疫情的关系 大家这两三个月都很少来港旅行 不少人就选择放眼香港地 发现香港更多的好去书 香港这个地方虽然很小 但真的很美 Ginnie我们可以数一下 有维港夜景 有海天一色的郊外美景 虽然大家经常打卡 不过打极也不厉害 因为香港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 好像我自己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 特别现在夏天 上山下海就适合我了 不过我妈也整天串我一句 气散漠气水 玩的时候都要安全小心 还有我是一个装备人 工具一定要齐全 工具一定要齐全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 就是天气了 近期狂风暴雨 天气又不是太好 为了安全 我们最好是留在家 留意我们一线搜查 就会为大家看看香港这个 这么漂亮的地方 放假大家都喜欢游山换水 但最近天气这么热 那不是随时中暑 今年7月破了138年以来最高气温 平均温度只有30.3度 单夜市区最高气温更加超过36度 单单在7月已经有超过120宗 行山中暑求助的个案 截至7月中更加有12宗 行山死亡事故 危险程度绝对是不容忽视 不知道大家对夏天行山 又有什么看法呢 这些天气去行山 你觉得应不应该 其实我觉得是危险的 真的要量力而为二 很难量 所以我想最近热到这样 不要走着 我自己觉得 除非很有经验 如果不是初歌 我觉得真的不好 好像真的要找命薄 但是危险 救你的人也危险 就不好 这样的天气 你会不会叫身边的朋友 尽量不要去行山 这些劇烈的运动 会叫大家量力而为 如果他们想感受这个阳光与海滩 不妨做多些措施先好去行山 都可以的 行山就 因应能力 但我觉得就 你如果不是走开山 又 又 就是不是做一个运动的话 你就不要 不要走 以及不要自己一个人走最重要 最好就是多些人去 那就安全一点 早前就有行山人士 在岩蛇尖行山的时候 怀疑因为中暑而导致死亡 所以我们就找了行山专家 和大家解构一下这条路线的危险度 梁教练 我们现在去哪 这里就是由赤健上来 赤健是很美的风景 香港的瑞士 在这里上去 就可以去到岩蛇尖 也可以去到西湾 很多人就上岩蛇尖 但是大家要记住 我们有充足的准备 才好上岩蛇尖 因为岩蛇尖 曾经发生过死亡的意外 因为是离开了 又有汤傘 又没有树荫 就很容易中暑 中暑是我们香港 最容易行山的死亡意外 其中一件事 我们走吧 好 走上岩蛇尖 这条路有比较多的斜路 沿路也有大部分位置 没有树或遮阴 当有猛烈的太阳 晒下来的时候 也挺金 教练 我们到了哪里 我们到了死亡分岔路 这条路上去 就上岩蛇尖 这条路是写着 前面发生致命及严重意外 请物前往 很多人就在这条路上去 你如果上去 一定有很充足的准备 捉住水和遮阴的东西 如果不是的 就请人这条路上去 这条路是全香港最美景 大浪西湾 我建议大家 来到这条路都是留这条路 秋天冬天才上去 教练 在夏天行山有什么要注意 要注意的是 带多点水 帽子 长袖衣 长褲 但一定要透气的 衣服 一定要认千出道路 究竟 你是否会立体能走那条路 还有是否闭头晒 会晒到你云 这个月的天气 所以你尽量不要行山 玩水很多 这么热行山会发生意外 但没以为水上活动可以消暑 其实都有危机 7月不单只发生多宗行山事故 亦都有四宗 因为玩水上活动而死亡的事件 真是危机四伏 香港也有很多水上活动可以玩 发生意外的机会是否也高 香港水上活动是最好开心的 这么热的天气 开心的时候就会亡言 亡言就一定会发生意外 还有大家 刚刚落水玩 对于水上的窒息不是那么多 所以可以造成很多危险 第一 是对方的疏忽 又不出奇 你自己的疏忽也不出奇 所以可能两个都有疏忽 而造成这个意外 就是落极亡言 最常发生意外的是哪一种水上活动 最常发生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浮潜 浮潜 因为你们不用受过训练 浮潜就有个面罩 但喉管就到处游 因为船体不能理你 一定是喉管 你的身体在水上 那些快铃过 我有个朋友真的 试过被快铃剪过的背脊 暖了很多针 它收回来不是很幸福 所以浮潜是最害怕的 第二是杜牧洲 杜牧洲 我们希望它能够结伴前行 我们到牧洲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三只艇 三只艇 三只我们看到你 而且千万不要夜晚 而且不要在航道中间爬 因为船爬得很慢 我收到船都收不及 我看不到你 我是危险 你是危险 我会碰到你 我碰到你 我也有事 第三是 滑浪 因为高速 而且它是飞起 滑浪 滑浪 就伤得多 有正式的死亡事件 香港暂时没有 但是伤了你不知道 踏下来的话 撞到 被板飞泊打到头上 所以通常我们玩得瘋 都戴头盔穿防床衫 还有驾船 驾船也很小心 而且在一些地方 我们不适宜玩滑浪 就不要去那个地方 尼克尼你看 这里有个波 它是潜水俱乐部 被人来潜水 很多人都潜水 它的波那里 就会转一支 蓝色白色的A字旗 那个叫国阶潜水旗 船家在这里驾船的时候 看到这支旗 它就会收到 知道有人潜水 不过这样 这里也曾经发生过意外 有时船家 或者他们有个人 没有听话 或者听过指示 没有那么清楚 就会发生意外 听教练这样说 其实玩水上活动 都充满着各种危机 那不知道可以 怎样为自己 做好基本保护呢 基本上我们三种生意 香港的那些叫座房衣 我们经常做那些 那些好的 就是陷害没那么受伤 但是那些就是叫座房衣 即是如果我们出大海 即是离开 出大海 不要说不离开香港的那些 就像另一种救生衣 那种开始批准的救生衣 尤其是跌下来 都会浮在你的头 但是座房衣 未必能够浮在你的头 会这样趴在那里 那就浸浸到 接着防撞救生衣 就很薄的一件 就是它就没有弹线 一踏下去 就直接吃到你 那就不会碰到你 打一旦那一刻 你想安全就是做齐这件事 那你可以玩得瘋 玩得安全一点 一时都会有人说 欺山莫欺水 但其实无论是行山 亦或是玩水 都有机会发生意外 所以想玩得安全又放心的话 就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量力而为 这样才可以长玩长游 有得长玩长游 当然是最好 不过有时遇到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希望它是长做长游 正如爱护地球的环保工作 大家都要出心出力 重心开始 有时大家都努力 你我一小步 地球就会变得更漂亮 就像坚尼地城的街坊一样 它们就是齐心合力 令到社区更加团结 一齐看一看影片 除了陆在坚城之外 政府在每一区都设立了陆在区区的回收设施 鼓励大家积极回收 不过不知是否疫情影响 回收数量急剧下降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 趁着打风的日子哪里都去不了 不如大家留在家里收拾屋 看看有什么可以拿去回收 无论是废膠、废纸、金属、玻璃瓶、充电池 还是小型电器都可以拿去回收 除了回收之外 大家千万不能忘记 我们的WhatsApp报料 二线68960931 明天无论打风下雨 我们都会继续和大家一线搜查 按据诺怜 看到这样就好像自烂屋似的 我受伤没问题 但我不想梁老受伤 最严重可能这个位置会倒塌 2017年还跌了一块 大过面盆的瑟士来临 感贴时事一线搜查 开电视频 全面进化 重新启航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